博人传第八诗画已经更新,被改写的两条道路,在前方等待的是什么? 本画的标题是《如果是我的父亲》,副标题是凭自己的意志和眼睛,和川木身份反转,背负着罪名,正在奔逃的博人。 陆安再次问艾达是否真的缺点,川木看向了艾达,两人用眼神交流,艾达给出答案,是的,活影死了,是博人干的。 得到满意的答案后,川木这次把艾达放开,很好。 佐良娜拦住四月请她听自己说,但此刻的四月已经冲昏了头脑,有话我们之后再说,我现在必须要去找博人,别拦着我,佐良娜。 这时,陆安通知大家,全体搜索小队紧急通告,七弹幕火影大人可能已被博人杀害,所有人务必全力缉拿博人。 听到这个消息,班长感觉整个世界都塌了,怎么会,那不可能,我有种不好的预感。 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,肯定和之前那道光有很大关系。 佐良娜听到这个消息跪在了地上,他不信博人杀了七代木,四月决定要亲手杀了他,一个人飞奔而去。 佐良娜没有跟去,四月打算让博人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 你这个杀害了七代木的大统木,现在所有人都是他为牧业的敌人,他再也不能回到村子了。 真的有必要这样做吗? 无论如何都要杀死博人,现在已经没有妨碍我的人了。 在我干掉博人和考德之前,我会把七代木封印在大飞天,这样他就安全了。 在牧业一方看来,火影就像遇害了,而博人则是凶手。 艾达心声愧疚,狄蒙过来了。 川木,快告诉我,你没有对姐姐做奇怪的事吧。 走开,臭小鬼,小心我连你一起宰了。 混蛋川木,有本事你试试看。 佐助过来找佐良娜,你还好吗? 四月呢?我以为你们在一起。 四月变得奇怪,一直说要杀了博人,眼睛里满是愤怒,一点也不像他。 我能理解四月为什么这么愤怒,毕竟博人曾差点杀死川木,现在还可能杀害了名人和初田。 我必须在博人逃走前处理这个问题,你先回村子吧。 佐良娜觉得奇怪,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? 连爸爸也开始说奇怪的话,每个人都变得很奇怪。 就在这时,佐良娜收到了班长的消息。 佐良娜,你收到了吗?请回复。 班长,有些事情,我要跟你确认,目前的形势可能因为某些原因被改变了。 情况特殊,我就跟你开门见山了。 你觉得自己现在能完全控制你的心智吗? 佐良娜一头雾水。 博人在逃跑的过程中,看到了警阵的超受伟化。 前面一只巨大的守正等着博人,将其拍飞。 博人刚稳定身形,就被束缚住了。 我原以为我们是朋友。 博人,你为什么要伤害自己的兄弟? 甚至是七弹幕火影。 博人劝他们冷静,露台认为自己已经够冷静了。 背叛了我们所有的人,你怎么可以那样做? 好了,本期视频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 喜欢的朋友,欢迎关注转发收藏加点赞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